三国马前客与礼堂推背图的神秘共鸣 今天我们继续解读马前客 对于已经发生的古代历史 我尽量一笔带过 因为马前客成书的时间在近现代 我后面会对马前客成书时间进行论证 对于古代发生的事情 相当于就是一个记录而已 我们不用过多点评 真正关键的是 清朝以后和现在正在发生的预言 才是我们的重点 第一课讲述了诸葛孔明鞠躬尽瘁 无力回天 最终曹魏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这一课内容简单明了 特别提一下八千女鬼 其实是一个拆字法 八千女鬼合在一起 就是魏的意思 第二课讲的是司马炎登基 建立了西晋 然后是东晋 第三课描述了五湖十六国的乱世 阳中马死 马指的是晋朝的司马家 阳则暗示隋朝的建立者 隋文帝阳间 第四课中的十八男儿起于太原 十八男儿拆字就是理 这预示着唐朝的建立 第五课则描述了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 从第六课开始变得有趣了 前八个字为为天生水 顺天应人 这被解读为赵匡印的宋朝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作者的意图 我们翻开另外一本预言奇书 推背图第十六项 圣探曰 此乡主宋太祖受善贬毒 天下大定 将宋朝的建立 称曰天一生水顺天应援 马前客讲的是天生水顺天应援 只有一字之差 基本上相同 相当有意思 这才刚开始 后面几课 还会有更多相同的用词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 我推理出四点可能性 一 马前客超推背图 二 推背图 超马前客 三 彼此没有抄袭 而是两个作者所写文字刚好相同 四 推背图 与马前客 其实都是同一位作者 不过 当我解开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后 发现答案 并不在以上四个选项中 那究竟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第七课 一元副始讲的是元朝 五五相传 指的是元朝 总共传了十位皇帝 这里面又有一个巧合 翻开推背图 第二十五项 讲的也是元朝 子子孙孙五五仪 也是五五 第八课 日月立天 其色若赤 日月指的是明朝 赤是红色 明朝 共有十六个皇帝 你有明朝的戒 还在清朝官 推背图 第二十七卦 也提到 为日与月 其色若赤 这一卦讲的是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事 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无法用巧合 来评判马前客 和推背图了吧 就算都是形容一个朝代 难道词都一样吗 你认为这种巧合的概率 有多少呢 所以我在开篇说过 马前客 和推背图 对于我们当下时代遇言 也有很多契合的地方 关注我 带给你不一样的脑洞体验